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理 今天就要介绍一位 远离伤心难过的阴霾 点亮自己的心灯 也成为别人希望的快乐志工 下面人 就是她 今天的最佳女主角 今年67岁的潘城美人师姐 2008年到2009年这两年 可以说是她生命中 最幽暗痛苦难挨的日子 因为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 她敬爱的爸爸 自爱的妈妈 亲爱的先生 相继往生 她自己也因为乳癌的关系 切除了左边的乳房 那个时候的她 仿佛感觉老天爷跟她 开了大大的玩笑 她无语问昌天 只能暗自哭泣 体重也暴瘦了七公斤 就快失去活下去的力量 想知道她如何走出生命的幽谷 银向阳光 不仅点亮自己的心灯 也成为别人的希望吗 带大家到台北慈激医院 来看看这位为人群付出 快乐的志工 攀岑美人师姐的故事 担任台北慈激医院 希望小站的关怀志工 攀岑美人用温柔的语气 在服务台细心的为病人 解答疑惑陪伴聊天 因为我每次都是礼拜五做 礼拜四来做宴邪礼 礼拜五做 他他当然每次都礼拜五 每一次来的时候 大家就是 我说我们礼拜五的这个 听又来了 对 大家都很开心 你知道那个氛围 开心的话就是觉得心情就很好 我有时候会觉得说 这样我做的时候 我要再赖在这边讲话 其实如果说我的体力可以的话 我就想要赖在这边 哪有每次想吐还是都留下来 留下来讲话 聊到不想吐再回去 因为开心就是帮助那个修复 因为自己也曾罹患乳癌 攀岑美人更能体会他人 为病痛所苦的无助 2008年到2009年两年间 父母亲相继过世 先生也因肺癌往生 让他顿时失去人生的重要依靠 但也因为这个姻缘 让他加入了希望小战的关怀志工行列 因为我是想一点回归吧 因为我受到关怀 又受到这些助攻的一些爱戴 还有医疗团队的一些 感受到他们对我们的好 我想说这样子 先生也这样子跟阿弥陀佛去修行 那我是不是也跟着上人来修行 这既既的一种本分 他们也不用感激 把你的身体照顾好是最重要的 对对他是跟姐姐 好像妈妈一样这样子照顾好 那种感觉 怎么说这样妈妈 为了让自己更了解乳癌相关的专业知识 好提供病友正确的资讯 潘成美人不仅主动参与乳癌协会举办的相关课程 还进一步学习电脑技能 那个乳癌协会 他要他的记录在那个网页里面的一些 一些资料 还是有人去分享的一些那个 他们都会记载在里面 所以你就会上网页可以参考 参考 他们有好的可以应用 脚不好我们可以再想一下 是不是这样讲该比较好 为什么你额外花时间去上课 因为我想要在这一块关怀病友 有更多的知识去跟人家分享 不要被人家问道 你没去上课 如果问我什么状态 我答不出来 那时候我该怎么办 我就还没去当助攻 我想要去当助攻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一点 所以我要上课的时候 我就很快乐地去上课这样子 带着热忱 潘成美人用行动证明自己 投入志工的全心全意 2013年 他更获得乳癌协会优良志工的表扬 这一路上走来辛苦 但是收获最多的却是自己 他期许未来的每一天都要过得踏实 越来越精彩 是啊 多做多得 少做多事 要做就是欺负 今天我们在地上就是最欺负的人 先来介绍 我们的美人师姐感恩 感恩 今天除了你来 你的宝贝学生也来 今天特别跟公司亲家 我们的潘志宏先生感恩 还有两位法卿的陪伴 您的母亲余真莲师姐感恩 各位这次你的协力组长刘树雅师姐感恩 感恩 好 先来说你这次做组织是越做越欢天喜地 脚踏实地 幸福快乐无对比 对吧 特别是你这次在乳癌防治安宁光怀 这个部分都非常的投入 今天有一张你带来的奖状 我好好念给大家听 大家非常看 这是数据得到2013年全国乳癌病友团体的优良志宫 你看看上面这个形容真的是非常贴切 因为由您的热心参与乳癌防治有了更多的元气 因为由您的爱与关怀乳癌姐妹有了最大的勇气 由您的服务奉献社会大众有了最大的福气 但是当无上来的时候 亲人过庸的时候你无元气也无用气 根本福气也都不见了 少年参与天天天不过两年 你的爸爸妈妈身心都走 你的东西心情应该是苦吧 很不好 remove 很 важно 相信が extremes 看着我的�âng sin 是 所以还有我今来 我奶奶 每选择 要是承拚一下 承拚一下 因為受 nat的爸爸已经很可憐了 我如果跟辭 thor 轕我的眼睛鰌躯 那孩子要怎樣 阿形 你在租科上班也很忙 我們都這樣了解 媽媽真的很貼心 是的 聽說有一次出在當本書 鎖匙還拿不到 鎖匙在外面 是 因為他去倒垃圾 然後可能心神 六神無阻 然後把那個錢包 當作那個鑰匙包拿下去 結果沒一罐錢 那之前因為我爸爸都會開門 結果他一上來發現 門打不開 就心裡很慌 少了最重要的伴侶 我們說夫妻夫妻就老來伴 結果你爸先走 那在這麼殘酷現實的狀況之下 請問一下 身為子女 你有想要怎麼幫媽媽的忙嗎 當時其實也很無助 因為我必須要在新竹工作 那妹妹又遠嫁到台南 是 那當時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但是媽媽有提起過 她說她想要去吃雞 因為她之前有受過關懷 那她想要去做這些事情 那我們其實其實也很高興說 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那她有一個出口 那其實這個也是做好事 所以好家債 好在家債有主席 如果沒有鑰匙 沒有鑰匙 沒有鑰匙 真的不知道要如何是好 生命中的貴人出現了 慈濟善之士出現了 陪伴他 我們來問我們的家債 我們的曾年師債 聽說你們平常在災難度 在運動 但是就 看外面 但是就沒說過話了 所以當他們先去打拚 在主席的便利 然後來到你做祭告的競事宣宣 兩個人終於接上了話 對 所以你啟發了募款募金 希望邀約他也來持續的大家庭 先做回完 所以當他們先去過往後 哇 你要跟他說如何了脫生死 你報他看一分數嗎 因為同理心 因為我也經過這種事情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那個生死皆自在 裡面看一看心會比較開 因為上一有講很多的例子 因為我們講的 他不見得說很那個 你看電視台師傅講什麼 也許你的心結就會解開 他很有心 當你看到大愛台後 當你現那本生死皆自在後 真的有看到 讓你奉學中心出發的力量嗎 有 你看到什麼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他在說 我們這個人 如果是那個翁姓 這也是主人發跡 我們就像我們在放風吹 這樣 他要背 我們油不回來了 我們把膠頭給他去背 不然也好啦 你對我們就好去受益 我來對我們的聖人來受益 就這樣子我就轉信念 了解 所以你聽到 看到 知道 更重要的是你做到了 對不對 所以走出了悲傷 投入了慈濟 不是要做主席 更要讓自己有能力 有能量 今天真的 除了我們剛才看到這個牌子 中正以外 真的這幾年來 我們看看 從大廳牌比較小廳 沒關係 國民健康署的研習證書 還是安寧 照護的傳播種子 培訓班 還是愛波志工 因為他自己得過乳癌 切除乳癌 切除乳房 愛波志工 還有你看 富癌防治宣導的369鄉鎮 走透透講師 結訓證書 說實在啦 要拿這些證書 不是說用時間去學就好了 要有心 我們隊的輸責說 我國學比起來 我們就沒信心 我才會知道 做這個 我都會這樣想到 但是走出一步就有第二步 來看看喔 現在真的是 家裡充滿了笑聲 他也走出去外面 複慰更多的人 而且用他自己的能力 來愛護我們的大地 請看喔 每到假日 家裡總是熱鬧滾滾 兒子女兒都回到家裡團聚 這是攀陳美人 享受天倫 最幸福的時刻 這個小女兒 這個永斌是大孫 永泉是第二個孫子這樣 師傅這樣自己長大 會很無聊嗎 還好耶 有足跡事忙不完啊 就不會感覺沒伴不會啊 你這樣不會說 盡量不要回來了 讓你全心做足跡 不會耶 我也不會這樣想 我會想說家庭跟廚祭 最好是能顧到 這樣才是完整的 那我的願望很多耶 那想要當科學家 科普學家 又想要做廚祭 這樣 可以同步啊 可以同步 對啊 科普學家 你可以想 你可以想一兩項 就篤定的做起來 這樣最好 不要很多項做不起來 家人的陪伴 讓潘成美人 不再把自己困惑於 上師父母和丈夫的 悲痛情緒中 走出家門 投入社區和慈濟 從事志工活動 才讓他找回 遺失的笑容和快樂 早 師傅 你現在要去哪裡 我自在乎心裡 要去環境打賞 大家早上 早 早 原來走出來外面 去加入這個義工團體 有這麼好的一些鄰居 還有朋友這麼多 我感覺到 好像像是青蛙跳出井外面 看到很大的世界一樣 這個是我們學生的立場 你好 我是實在很不一樣 我以前是白人帶我四位 對 啊 想四位他跟什麼事情 想問我們這個師傅 他比較熱心 又說我們比較多做得多 所以師傅 你要做幾天 不然很多地方做 你社會也要做 對啊 我是這樣,我是做主席做得比較多 我們聽說他這裡,我就是有型 我這裡來參與 你都以主席為主席 對,我以主席為主席 我參加他時,他才不會進來主席 我是很專工的就對了 不是說,人家去玩 我對人家去玩,要吃飯的 我不會這樣 我是覺得在小區做主席 跟在主席做主席 我是沒有去分別說 做主席跟做主席 我是覺得說,伯伯都做得很好吃 我是微薄的力量而已 這個主席,這就是我的肥丸 他都說這種,很熱心的 你不覺得掃到掃到去讓他做肥丸 才讓他做肥丸 我在想問說,你要參加 他是不是說好啊 做大王,他就這樣 跟他兒子、跟他兒子 他這樣 他怎麼幫你做 他就說來參加 我說來參加主席跟他兒子 好啊 他就在台風說好 他自早就在生 不知道要上套園 他就在說,我怎麼會 因為轉心念才能開朗 要事務心念不轉的話 真的開朗不起來 可能到現在還在哭泣 社區打掃 不只是愛護自己生活的這塊土地 也掃掉了心裡不愉快的情緒 因為引念心轉 攀成美人 選擇微笑面對 迎接更多人生的美好時光 是啊 勇敢面對之後 就能夠提得起 放得下 也要用這個鼓掌的雙手 愛護大地 我看你掃地掃地 掃心地 不掃心地 在空掃地 如果沒有主席 會發青的關懷 不相信發 你心中那些垃圾 什麼東西 根本就都沖不住了 對 所以法屁如水 我請你的協力主長來敬請 主席 主席 他不是這樣掃頭 比較愛護大地 聽說他對於正信正念的推廣 愛護地球 他才有道德勇氣 是 沒錯 他從自己做起 對 進入慈濟以後 聽上人說 齊月吉祥月 就不要燒金子 他以前是很厲害 都燒很多金子 他就開始告訴他的會員 不要燒金子 結果他有好幾位會員 也都這樣子做 而且把燒金子的錢 都捐來做功德款 來泡泡泡泡 讚讚讚讚讚讚 所以像是三星五星 拜到這裡澎湃 其實都想吃 他真的是這樣 都想吃 都自己吃 都自己吃 現在都拜售的 拜水果 對啊 就把那些錢 寫到那個 功德本裡面 太棒了 就這樣煎出去 所以兒孫自有兒孫福 而自己要知福 惜福再造福 所以你們都很支持媽媽做實際 即使週六日回來 媽媽怎麼不在家 你也覺得沒關係 對 他其實是比我們更忙的 他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對吧 但是他做得很快樂 做得很快樂 對 所以你看到媽媽的笑容回來了 是 看到媽媽的那種 恥母的 光愛又回來了 是 你如果回來大家就煮一桌 吃一桌 看一看 大家快樂樂 就簡單的 簡單的生活 但是是快樂的 對 其實幸福離我們不遠 對沒有錯 只是我們忘了靠近 所以你這樣可以 現在滑滑滑滑滑 可以讓先生 按照實際 要感恩 很多人的成就 對 不是我們自助 病院 台北婚醫 醫療團隊對於你 跟先生來說 真的是給你們 非常大的幫助 聽說那時候先生 你現在檢查出來的時候 醫生說可能還沒還沒 還沒三個月 多久 沒有三個月 結果你現在多多一年多 多多 少喝兩年 所以你這次是用這種回饋的心 來做醫療濟工喔 都有 都有 對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其實我跟你講 他家的小孩 要跟媽媽說感恩 說祝福 我們一起來聽聽看 在這裡要跟媽媽說的是 感謝祠祭 讓媽媽在這三四年的時間 學習到很多 然後也因為祠祭 讓沒有爸爸的日子裡 媽媽有祠祭的陪伴 然後她的心靈成長也更多 然後在這段時間 我們希望說媽媽在祠祭路上 可以越來越深邃 然後她的人生如何達到更圓滿的境界 在我心中 媽媽是一個非常堅強 獨立 很厲害 然後很熱情 又很愛幫助人的媽媽 然後在一路上 看媽媽加入的時機到現在 我覺得她真的是 學習跟成長非常非常多 多到我覺得非常感動 然後也很激勵我 就是很希望在人生路上 也可以像媽媽這樣子 那麼的勇敢 然後那麼的上進 但是會很希望媽媽可以更開心 然後好好照顧自己 因為她很容易會照顧別人 然後忘記照顧自己 所以會很希望媽媽就是 可以在祠祭裡面 這個大家庭跟很多的師兄師姐 相處得很開心 她有很多的好朋友 但是她可以身體呢 可以一直都很好很好 然後我們很希望可以帶她出去 玩更多的地方 那祝福媽媽 可愛的小女兒說 要帶媽媽去更多的地方玩 我看你是把她帶進來 慈祭館比較快樂 對 胡煞遊戲人間 對吧 來阿鴻 你也來補一下吧 兩個妹妹都講話了 你有什麼話要跟媽媽講的 感謝慈祭的師姑 師叔還有師兄師姐 還有兩位師姑 在這段時間 幫我媽媽帶進一個比較好的 帶進一個更好的地方 更完美的地方 那當然我們也 我們也是會擔心媽媽的身體 她這麼的投入 我希望她就是說 身體可以顧好 這樣才能夠做更多的事 然後做的事情做得更長久 對對對 做主事是長長矩矩矩的事情 生生世世都要在菩提中 是 今天是誰都要這樣交代 你自己要好好地 拿捏一下 要記得 安心睡 快樂吃 歡喜笑 健康做 對 好 兩位我們的法親代表 有誰要幫他拿捏一下 他就好了 希望美人在那個菩薩道上 越做越快樂 就這樣子 越做越快樂 法喜充滿 來 協力組長 我要感恩美人 在我們協力裡面 他都是非常的配合 隨傳隨到 非常感恩 有他就安心就對了 是 是 沒有人就是請他來保護他 是 救火隊 對吧 真的 有做自己的感受 我們看電視 說 每人過去這麼快 但是這次走回來 很快樂 這都是白人的故事 你要走是白人的故事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就是 建政 提醒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好不好 有康復的人 要怎麼勇敢面對 我是提醒 我先感恩上人 給我來這個主席 感恩上人 創作這個主席 有這個平台 給我進來的主席 做這件好事 好事 要分享給大家 所以我今天來到阿明 這個大愛人物製 大愛人物製 這個節目 這樣來分享 感恩給我這個機會 也要提醒 有去檢查到病 還是說不去檢查的人 別說怕病 去醫這樣 就是要去檢查 檢查到 不能煩惱 一定要跟醫生配合 對 把心給予膽 把身體給予膽 醫療團隊 因為小缸 如果不補大缸 就很困難 對 所以說有病不肚子 放心 讓醫生看 對吧 也要感恩 剛才說我們的母親 曾寧師姐 我們的協定主席 蘇雅師姐 以外 你說我特別感恩 蔡碧雲師姐 還有湯雅庭師姐 一路八方 對吧 因為我在開刀的時候 就是有他們 他們也是過來人 他也是同以心在陪伴我 我要去當助公 也是他們兩位帶領我 這樣子 所以說上人開了路 我們就要好好的走 這條菩薩路 好不好 阿兒子也放心 有慈濟大愛的陪伴 媽媽就不會孤單 當然更歡迎你跟妹妹們 也都加入慈濟的大家庭 一起來菩薩遊戲人間 好 好 心放開 勇敢面對每一天 要用你的經驗 讓過了很多人知道 活著就有希望 好不好 好 感恩所有的人來參與 也希望大家都做個平安 相對健康 感恩 感恩兩位師姐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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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